行政院对于有工作却没有劳保的弱势 还有农渔民在排付条款之下 发放一万元的纾困金 从今天开放申请 但是昨天各区公所已经涌入了许多咨询的民众 只不过因为相关的公文才刚刚陆续送答 对于如何申请或是如何认定都还没有很清楚 也让部分民众抱怨看得到吃不到 电话满线响不停 各区公所也急满洽询民众 行政院日前加码 针对弱势无保者和农渔民 在排付情况下 扩大发放一万元的急难纾困金 包括举广告牌 卖玉兰花者都可受惠 公所六号开放申请 民众多抱怨看得到吃不到最大困难在于无法取得公共费 公所证明 区公所表示申请资格从宽认定 请民众攜带身份证印章户籍 藤本外还要存责封面 加上补登到四月三十号以前的内页资料 方便审核到公所填写相关申请表 那来到现场料改 了解这个 申请这个大概有250多个人过来 所以一下子那个 人潮非常的多 局公所表示 会尽数审核拨款 但也提醒以家戶为单位 一次违宪尽量说明 是什么原因在疫情期间 收入减少 提供相关资料以例审核 另外领友其他相关社会补助 加入军公教劳农保 通通不符合资格要注意 记者詹淑云张子佳 桃园台北报导